Hello! 今天我們來到三清凍 我們搭來安國站2號出口 來到我身後的三清凍 我們今天吃什麼? 連隔搭 這間店是很有名的 已經連續很多年都拿過米芝蓮的推薦 而且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已經有超多人排隊 今天竟然平日 是沒有人排隊的 今天是星期五 還有不是吃飯的中數 所以可能沒有人排隊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去 一碗麵格達是9000瓦 然後還有其他不同的煎餅 蔥的煎餅 土豆煎餅 在桌上也會有一些拌菜 泡菜 紅色的泡菜 你可以自己夾到這個碗 中間還有一些青陽辣椒 首先上來的就是土豆餅 已經出了煙了 這樣切下去 好像也有一點軟的感覺 它後面和前面都是橙金黃色的 看看它有沒有好吃過 你穿一穿手計那間 它很脆很脆 然後呢 其實它有點像薯餅 但是呢 它就軟身一點 這裡還有一個醬 剛才我們點了這個土豆餅來吃 就覺得點了之後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本身這個土豆餅的味道比較淡 點了之後就有一點提鮮的作用 來到我重頭戲 麵格達 哇 這個是超人份的 我們先看看這些麵格達 麵粉形狀 然後它裡面就有這些青瓜絲 紫菜 紫菜碎 還有紅蘿蔔絲 好 我們現在馬上試吃 它的樣子有點像通心粉麵條那樣的物體 它的湯是很鮮的 然後呢 它這個麵格達是超軟的 但它也是好吃的 而且剛才在外面已經看到超多招牌 也是在說這個 是最推薦的 除了麵之外 其實裡面有超多瓜菜 還有洋蔥 蘿蔔 然後呢 剛才那個是撈到扁肉 它是有一點點海鮮 所以它那個湯的鍋鮮味會更加出 哇 這麼大塊的 這個全部都是不歸得 知道你肚餓了 好 首先試一試它的湯 它的湯鮮得來是很爽口的 然後我就來試一下它的麵片 大塊得來 不算很厚 厚薄適中 而且它沒有那種麵粉味在上面 然後呢 它的口感是很滑的 吃起來也挺圓身 好實 難怪這麼多人來排隊 這個青陽的辣椒 不知道會不會很辣呢 水已經準備好了 不知道我每一次都要挑戰辣椒 對 不是很辣 但是很鹹 如果大家不覺得這個湯不夠味 平時吃起重口味的話 都可以再加這個醬油了的青陽辣椒 再調一調味 最後當然是用完超方便的Wild Pass給錢 不知道你對哪些韓國餐廳有興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CLSS 一有新片馬上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